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我的八位同事 首先要欢迎四位可爱的大男生 接着一起来欢迎四位美丽的小女人 今天晚上肯定又是一场血雨腥风 因为以性别来划分了两个阵营 他们为了赢得最终的四人豪华游轮游 肯定会淡金结律 绞尽脑汁 好吧 马上就进入咱们今天的第一猜 在第一猜的题目出来之前 还是要请教一下我们的八位同事 什么东西是同性相至 异性相惜 磁铁 对 男人女人 男女 男人都说叫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对 除此以外呢 磁铁 磁铁啊 我们来看看面前的这个 就是刚刚小玉说的磁铁 磁铁的两面各自都贴好了49片的磁铁 当然他们是按照这个不同的两极来进行贴放的 而后我们把它放下来 你就会发现 这个磁铁之间呢 就在产生着这个相似的作用力 对抗 旁边这四根柱子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就是它是起到一个框边的作用 而非是来固定这两个不同的磁铁 有没有谁感兴趣 想下来感受一下他们的力量有多大 来 好神奇啊 哇 是不是很重 按不下去 我们一起一二三 按下去了 断掉 你把手抬开 你把手抬开 它是卡在那里了吗 你不觉得全部折在一块很有意思吗 它没有卡在这里 它好像中间有那个 主力 对对对 就是你把它放上去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 中间产生了一股力量 哇 好神奇哦 道具很贵 不要再玩了 好 谢谢两位 感受完之后 别忘记我们所说的这个数字 只是7749片 但在题目当中 我们未来完成一个大的挑战 出现的数量呢 却相当之大 来 请看题目 本期科学实验挑战的是 摆放2700个磁石 最多可以支撑包括 装置在内多少公斤的重量呢 两块磁石板 一共2696个磁铁 花了两天时间才粘合完毕 很稀 用这么大的磁铁板 要做什么呢 啊 地毯 原来是要利用磁铁的排斥力 来做传说中的飞毯呢 在1.7米高的台子上 放上两块磁石板 为了不让磁石板 偏离位置 我们在四角上 固定上了铁棒 装置 准备就续了 公主出现了 她也在期待飞毯来出现吧 哦 王子出现了 磁石板也运满了 传说中的飞毯能不能实现呢 N级朝上 设置好底部的磁石板 然后 N级朝下 放置上部的磁石板 加上地毯的重量 一共是28公斤 慢慢地放下去 慢一些 再慢一些 要抽手了 让我们来看看 能浮起来吗 哈哈 真的浮起来了 浮起来了 浮起来了 磁石的力量真的很大呀 可是这样飞毯 就算成功了吗 当然不行 还要在上面 坐上人试试吧 第一个 当然是王子 掌握好平衡 坐在中间 男孩的体重为22公斤 能浮起来吗 浮起来了 好像再上一个人 也没有问题呀 好的 那公主也上去吧 完全没问题 磁板还是浮在那里 看王子和公主 在飞毯上多么开心呢 两个人加在一起 重量为44公斤 那么 今天的问题来了 摆放2700个磁石 最多被支撑包括 装置在内多少公斤 是重要的 好 题目已经出现了 到底有2700片磁石 所组成的 这个排斥力 可以支撑多重的物体 稍作考虑 请坐 回答 五 四 三 二 一 在顺说之下 刘伟才改的蓝色 是 你原先要选的是 红色 红色 190 是 因为我刚才去压了那个重量嘛 压了那个重量以后呢 我是觉得在看那个飞毯中 我刚才在脑子当中盘算什么 就是不要选择很重的人坐上去 比如说可以选择多几个小孩 然后呢 不同的脚坐上去 它其实是不会 你要把力量更均匀的摆放上去 对 这样子的话呢 如果上面六个小孩的话 六个小孩的话 也差不多两百多公斤 应该差不多 反正我们就是赌一把 超过两百十的 全部都是我们赢 对 赌一两百的就他们赢 好 我们再来看看女生组的回答 这个问题啊 严重了 因为呢 我觉得这个磁铁 就我刚才近距离地观察它 漂浮起来的那个高度来讲 我觉得它支撑的重量 一定是在三百斤以内 可是呢 这里最少也要一百九十公斤 没有 你要看它 它刚刚那个数字显示 加上小孩 加上他本身 那个重量79公斤 可是完全是 全幅的 对 全幅的 所以那个就差不多快一百公斤 所以我觉得二百一肯定是可以的 我本来想是五百 最高是二百一 所以我就想 因为其实这个还蛮难去说 它究竟是一百九两百个两百一 我觉得他们中间本来就差 也就差得不多嘛 所以我们就选一个中间值 是比较保险 因为我们有蓝了 有红了 再用两个绿色 平均一下 就是起码我们会得十分 是保险的 你看所有的女生跟我们选择答案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要么就是 要么就统一 不成功变成人 我们就是这种 他们是肯定有分 分高分低不一定 你们是要么笑死 要么哭死 来看看男生的命运到底如何 请看解答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 飞毯究竟能承受多少重量吧 工作人员上去了 这可是大人呢 上面的磁石板好像下降了一些 第二个工作人员又上去了 现在已经到了一百八十四公斤了 飞毯还是坚持的不在那里 没问题 应该还可以 应该可以 第三个工作人员也上去了 让我们看看飞毯还能坚持住吗 重量超过了磁石之间的排斥力了 通过这次实验 摆放两千七百个磁石 增加磁石之间的排斥力 可以支撑包括装置在内的 二百一十日期的增压 男生最 太厉害了 男生最的这种孤注一致的方式呢 却帮助他们在第一猜当中 赢得了四十分 反观女生 他们只有不少杂地人 获得了十分 那第一猜 这个女生落后了一些 你们后面一定要注意了 好好的加油 第二猜 我们又回到了两性话题 当然两性的话题呢 非常之多 今天选择的这个方向呢 非常有趣 一起来看一看 空这么大 这可要把你报警了 我有那么重要吗 你是很重要 抱紧你我就安全了 刚看完这段VT啊 就讲到了一个 本应该在保护女生的男生 相反就出现的 这个柔弱的一面 生活中四位男生 有没有哪位是属于这样 应该没有啊 应该属于牛递吧 我觉得 怎么会是我干嘛 他虽然长得很高大 但是其实内心非常的柔软 其实不会啦 我除了这个睡觉怕黑以外 其他其实我还挺闲 本来我们安排的酒店 是一个人一个房间 是 他虽然死其白烈 跟我睡一个房间 他自己不敢睡 怕黑 我觉得牛递就是 最贴心的人 就这一次一起出来工作的时候 他一直很照顾我们 又帮我买饼啊 有的时候又好吃 给大家一起分享 别的女生有吃到吗 吃到了 我吃到了 男生有吃到吗 没有 其实我觉得他们说的这个保护和帮助和照顾是已经那个混淆在一块了 我觉得保护是保护照顾是照顾 刚才那个谷晓说的 其实牛递这个是照顾大家 不是保护大家 保护大家应该是什么 遇到危危险的时候 他挺身而出站在前面 对 其实牛递这个也属于保护 他是保护他们的胃 对 好了 四位女生有没有在你们记忆当中让自己很感动的有哪个男生怎么保护过你 正食与猜 你们都是保护他们的保护别人 我的四个都是女汉子 女汉子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到底会给出几种不同的选择 咱们结婚半个果然 你们抱一下 这事儿咱们就算分片了 小鲜 结束 行 放开他 麻娜 麻娜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 不要再纠缠滑好香 怎么了这是 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上班路上来 下班家门口堵 我不接你电话就该写信 你还够古典的呀 平时也就算了还闹到这儿来 就算你不懂法材 旁边还占你一喘气的你瞎呀 别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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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指什么指啊 大学老师没教过你要尊重人啊 小学老师没教过你要讲文明懂礼貌啊 小鲜为什么跟你分手 那点破事你心里没数啊 我们都懒得提了你不害臊 小鲜还替你丢人现眼呢 我动什么手 威胁我呀 抢婚嘛 记错日子了吧 今天不是我跟小鲜办事 我们俩办事一定通知你 今天是别人的大喜日子 打个电话问问你爹妈这么做合适吗 你放屁 你是不是有病啊你 你是不是有病啊你 你走了不来了 你走了不来了 别犯了 你不害怕我在呢 不害怕 不害怕 千女优和的日小陈 你今天比语再说 我就是彻底打过来告诉你 叫你小心一点 想不到亭子里也入手 我还是好想你 以上三种后发水者 女生更喜欢哪一件事 三个男人是三种不同保护女生的方式 请听 红色的是代表果然 他用的是自己的力量来保护女生 那么绿色呢 代表的是王小剑 他用的是他的口才来保护女生 那么最后的蓝色代表的是宁采臣 他用的是他的深情在保护着这个女生 来 请选择 五 四 三 二 一 被犹豫的 这个 吴宇啊 这次很奇特 我们发现没有一个人选择红色 就是觉得果然的那种 那种力量保护型 但毕竟有点冲动 是不是 女生都不喜欢那种太暴力的保护 就是当时他为你出头那一下肯定很感恩 但是他这种个性的话很容易就后续的东西太麻烦 比如说你真的把人打伤了怎么办 如果真的出太多问题怎么办 万一碰到一个比他更厉害的话 可能自己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算怕他受伤 很欣赏他 所以我们就觉得王小剑那个是最聪明最智慧的 对啊 就是他有帮你出道气 可是呢你有没有伤害到 就是伤害了自己的身体 他是用智慧在给你斗 男人是最有魅力的 我完全不顺便认为 我觉得这样子的人好可怕 他跟你好的时候 真的可以可以保护你帮你出气 万一你跟他不好的时候 他会骂到你撞墙 对 说别人的话来说你 我觉得我真的会疯了 我觉得王凯晨那个 我喜欢深情的 对啊 我喜欢深情的 我关心到我的 你们俩吵架的时候 你觉得你吵得过他吗 你怎么会想吵架呢 但是你生活当中拿了每天都 啊 你好可爱 对啊 你好意思啦 我跟你说 他们的问题主要在哪儿呢 把王小倩那人换成都民军系 哦 可能就对位了 也不会 也不会 他们还是喜欢那样子的 那我们可以把那些彩虹 换成都民军系 那怎么用的呀 就这么几类人 你看他们都 有两种观点 但是我觉得这个斗呢 其实倒不是两种观念之间斗 就是管一跟王荣有可能会成为情敌 嗯 因为他们喜欢那种类型的 那吴宇跟孤晨有可能成为情敌 没有 他们不可能成为情敌 他们两个肯定是成为闺蜜了 而且我觉得对于大众女性而言的话 这三种类型的话 你看第一种和第三种属于 属于感性方面的 第二种呢 因为它这个属于这个智慧型的 属于理性方面的 对于女生来讲的话 他希望的另一半 多多少少拼感性方面会多一点 那第一种呢 属于英雄旧美形 在生活当中呢 这种事物发展到其实也并不多 但是你大打出手的话 这种影响毕竟还是不好的 它有负面的一种影响 但是对这种深情形 一般的女孩都没有免疫 我第一次觉得牛迪 有点智慧的 因为大家还都围绕在 我自己喜欢那种类型这个问题上 只有牛迪一个人想到说 我们还是要猜这一百个网友 到底会怎么选择 而且牛迪你这样 就是你偶尔还是有智商的 我补述一下 你补述 因为这个说的还是男女之间的爱情 还是最多落到一个情上面 其实前面两种男人 我觉得女人也会很喜欢 通常他们会把他们当成是哥们 一个是大哥会保护你 还有一个第二种 有可能是闺蜜型的 那第三种有可能会是那种情郎型 它会给你一种感情上的一种满足 我觉得 所以说如果按女人喜欢的话 我觉得深情形是可以选的 最后你们如果全军覆没了 我还能给你们兜个点 好了一起来看看一般网友在网上 对于这道题目他们做出怎样的选择 我还能给你们兜个点 好了一起来看看一般网友在网上 对于这道题目他们做出怎样的选择 关于女人喜欢哪种护花使者 我们在网上对200位女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其中有21%的女生喜欢果然 53%的女生喜欢王小剑 26%的女生喜欢女海辰 你们猜对了吗 哇 哇 但是女孩都怎么想 没有没有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 因为王小剑这个角色太受人欢迎了 大家选的时候有加一些感情 其实我不觉得是喜欢王小剑这个人 可能喜欢文章 因为太多人觉得文章现在太可爱 文章人气很旺 其实很多人是把投票 切上于文章的角度上 对他的个人魅力了 对 人物人叫我答案 选错也就选错 他把责任提给文章 好 那么刚刚在付出的选择当中 我们看到了女生是答对了两道题 加上20分 男生加上10分以后呢 分析也来到了50分 继续领先 但是双方之间的差距呢 已经在缩短了 好 马上就来进入咱们的下一胎 这胎我们讲的是吃东西 东南卫视所在的地方是福建福州 各位也已经在福州待了很多年了 跟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来推荐一下福州有哪些美食好吗 每人说一样 福州比较好吃的皮棒 破店了 这个要老福州才知道 这个比较没有带表现 那就是油饼和锅鞭 糟芒 糟的那种 糟做的蛮鱼 糟的蛮鱼 它其实有糟系列 糟的那糟虾糟什么 只是把糟和食物放在一起 是不是 对对对 荔枝肉 什么肉 荔枝肉 对对的 荔枝肉 这个算 蒜福州名菜 这边呢 一定要菜了吗 鱼丸算吗 鱼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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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失也算 鱼丸 就肉业呢 肉业 肉业 广咪 广咪是什么 广咪就是光饼啊 光饼也算 还有鱼滑 其实我跟你讲 他们刚才说的这些小吃 都没有说到我们福州菜的精髓 你看我们除了我们刚才说的 荔枝肉 荔枝肉 荔枝肉以外 爆炒双翠 这是福州最典型的一道菜 除此之外 南京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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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福州的芋泥 八宝芋泥 八宝芋泥 这个是特别特别有名的 那这个福州 别提包饭 因为我跟你讲 因为美食节目做了这么多年 我们大家一人抱一个菜 他一个人可以抱个满汉存息 满汉福州存息 因为闽菜当中呢 无论是闽南菜还是福州菜 都是相当之可口美味 而且是大有福气 但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福州美食呢 只是取当中非常非常渺小又不起眼 但是影响力却很大的一个小吃 什么呢 一起来看一看 在福建福州 那个奇怪的肉包着肉的东西 名字叫肉燕 肉燕又称为太平燕 是福州的一道著名地方风味小吃 在福州的三方七项面 同一肉燕老铺 是最为出名的 这肉燕的制作过程 多为讲究 需要将猪后腿的筋肉 用锤打的方式制成肉泥 再经过一些复杂的工序 压制成一张薄乳纸的燕皮 切好的燕皮 再裹上新鲜的肉馅 配以高汤煮熟 入口爽滑 而且弹性十足 肉燕 也就成了福州的名店 是远在世界各地的福州人 都怀念的一口家乡美味 谢谢大家 第一项测试 三十个肉燕 到底是谁比较快呢 很显然 在很短的时间内 小黄就完成了 三十个肉燕的包制 而小时的碗里 还剩下十几个 未入口的肉燕 赢得太轻松了 那么 如果升级成两个人 一起吃六十个肉燕 结果会如何呢 小颜和阿剑 美食追踪者 两人曾做出 为了品尝正宗的拉面 刻意穿越大半的中国 去干肃 吃吃的疯狂举动 他们是既爱吃 又能吃 那么 两个人一起 吃的速度 能超过八百分钟 死亡 吃的 喝的 吃的 吃的 还不需要 每个人都要吃 就是 这些 后来 吃 是 咸 最后来 只要吃 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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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吃 就要吃 咸 咸 同时,他们碗中一共剩下14个 这个结果说明,60个并不能达到小黄的极限速度 所以,为了战胜最强的包容院快手 这次出场的是无敌吃果家族 这一家三口因为太能吃,上了全程自助餐厅的黑衣名单 他们的口号是,吃东西要扶着墙进去,再扶着墙出来 是的,对于这个包肉燕的快手的挑战是越来越高 因为它包的肉燕的数量要增多 但是其实那边人增多,他们每个人还只是吃30个肉燕而已 所以接下来要考量在座八位的智慧了 通过前面两个人的判断,到底就会快手 挑战三个人是包的快还是吃的快 红色代表包的快,绿色代表吃的快 请选择 目前,男队全部选择了红色,觉得会是包的快 其实刚刚那个二对一的时候,那个沈盐他在包60个肉燕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一个人吃到40个了 我跟你说那是特例,因为他们那个家庭当中啊,他有一个小朋友 小朋友我们知道这个他食道相对来说会比较窄 那如果让他去吃的话,我觉得他要往下咽,你不可能嚼,不嚼就往下咽,会卡着的 那大人,这个就算他爸再能吃,一碗不可能倒进去吧 所以呢,他有一个吃的过程 主要是因为那个小孩会拖他们整个家族的这样的一个后队 如果三个全是大人,都是跟他爸一样装的,我们可能就选绿 哦,对,我同意他的观点,确实是这样子,因为我刚刚看了,他是等于是一秒包一个 非常快的速的包,但是吃的话就是 他不可能一秒,绝对不可能一秒吧 对,他很快,我确定就是说非常非常的快 但是你吃的话,你要取决,你要咽下去 然后你要,还有要汤再给他咽下去 所以肯定是包的快 包我只要这样程序式的,但是要取决的包啊 你们忽略了一个问题是 前面小颜和那个男生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平均一个人吃三十个,对不对 但是那个女生是包了六十个,他就六十秒 那现在是平均一人吃三十个,但是那个女生要抛九十个 但是她要抛九,她的时间又递增了 那她的时间在递增了,多包三十个 她要多包三十个 也就是她多包三十个的时间是给那些 每个人在吃这三十个的时候,多了三十个包的时间 现在他们是包九十个,她的食堂就又增加了 但是管音,你没有想想看 就是第二组的那个两个组合的时候,他们剩了十四个 可是你觉得这个小孩有比那个大人还会吃吗? 不可能 就是不可能的吧 他比吃的慢那个 小孩可能略微的弱一点点 但他有两个大人,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到他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吃东西啊,正常情况下都是越吃越慢 但是他那个包肉愿的快手 越包越快 当然,因为管音说的也没错 就是这边的时长呢,在保证这个保持原有的这个时长 另外一边呢,确实要增加时长 助力 所以要来看看最终获胜的会是谁 欢迎回到USID超人剔虚刀,独家冠名播出的超人十三胎 在真保证这个保持原有的这个时长 另外一边呢,确实要增加时长 助力 所以要来看看最终获胜的会是谁 拥有这块称号的包肉愿的男人小黄 在前面的测试接连获胜 他马上要面对无敌吃货家族 加油,加油 这次的测试数量是90个 一个人对三个人 这是一场度上各自名誉的对决 现在开始吃了吗 你已经开始吃了 你再包多饭 对,你再包多饭 他就在脚啊 你看,他这次已经吃了 他这次已经吃了 小朋友都不要说 他第一种走啊 对啊,第一种走啊 对啊,第一种走啊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很快啊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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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加油 太不可思议了 吃果家庭虽然非常努力 但还是挑战失败 短短七十年秒 九十个肉业就全部包完 这是打造人类极心的快手啊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 包得快 你们猜对了 真的是一个快手 而注意相当厉害的侠女快手呢 也帮助咱们的男生队赢得了四十分 今天我们总分来到了九十分 而女生队只能加上二十分 你们的总分呢是五十分 耶 接下来这道题呢 在我们听题目之前 还是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有个好朋友 是一个荷兰人 他做的是海鲜生意 在荷兰呢 买了五千吨的鱼 运到了索马里 到了索马里之后呢 发现这个鱼的重量啊 无端端的少掉了三十吨 不是这个在装货卸货的过程当中 产生的损耗 这个事情就很奇怪了 那重点在于说 他讲了这个故事以后 我们有很多的同事呢 就不相信 于是 他就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实验 因为一切都没想到 那么只能够 就不相信 如果有没有 都不相信 嗯 就像王军 很高兴 不相信 我们会是 要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们都知道干燥的话它的含水量相对比较少 会蒸发 它的那个重量可能就相对略轻 那三亚是一个就是海洋气候 它可能因为它又在沿海边 空气当中的含水量过高的话 它全部附着在这个小金人身上 它就会多出一点点的那个重量 做得真好 那接下来就来听听你同组三个姐妹的反驳吧 我这个答案出来的时候呢是特别纠结的 因为我根据了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呢是热胀冷缩 一个是热的地方 一个是冷的地方 热胀它应该重 然后冷缩它就应该轻 可是我又考虑一点 这孩子还小啊 他是小金人对不对 你看哈尔滨那么冷的地方 他不穿棉袄吗 他穿到棉袄 穿上厚重的衣服 那他不增加体重吗 听完他这样的解释 就发现如果答对 他也只是蒙对而已 人体 我不管我们主是赢是输 我都好想离开这个组 这个智商这个解释 太让人惨不忍住了 再来听听这篇成熟稳重的男生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小金人的部分 因为这个哈尔滨吧 哈尔滨然后说冷嘛 那到冬天的时候 比如说有这个雪花啊 然后有这个冻的 就是身上结冰啊 那不是就增加这个重量了吗 如果到了这个三亚 然后太阳一晒 然后就全部化掉了 谢谢刘伟哥 你刚刚没有观察 其实他们在哈尔滨也是夏天 行人都是穿的是夏装的 那没关系 这个我跟你讲 我们到了哈尔滨吃的这边好 然后呢自然而然 小金人不吃东西 小金人不能吃 刘伟哥 没关系 没关系 要不换 我不换 我要说这个东北人很热情好客 他就自然而然中了 也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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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中了 东北人的热情好客 让一个惊喜 膨胀 我要换 我要换节目 好好好 不换 因为无论你的这个理由是站不站得住脚的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最大的魅力所在 除了我们所有的来宾可以玩之外 电视间所有的观众也在玩 对不对 是 来 来听听 一直 答案 你这个表情很像清明节刚扫完木 稍微开心一点 还不是你 对对对 因为我一直在纠结 我跟那个无语一样 我在纠结 你知道吗 因为按照我们这个 我这个物理科学的很好 什么 你啥时候学的很好 对跟物理没关系 我就是说 主要是跟纬度精度有关系 怎么说 你看 刚才通过你那个 不知道你那故事是真假 我就觉得如果是高纬度到低纬度 它重量就变轻了的话 那岂不是从哈尔滨到三亚 那到三亚岂不是小军应该轻了吗 而且它大老远的从洛杉矶来到中国 对不对 不是那个奥斯卡小金人 不是那金人 对 我地理学的不好 我的意思就是吧 我是懵的 没有答案的 另外男生这还有要补充的吗 反正我觉得你刚刚给出一个提示信的 要不然无缘无故给个提示信的干嘛 我刚刚就在跟他讨论 哪个纬度高我跟低 然后他跟我说了 就是佛兰的纬度比较高的 那我想肯定是低的 他的分量会比较轻嘛 所以我选了一个纬度低的 那就三亚了 我们刚刚问题是哪边更重啊 更重 更轻 更重了 你让我换一下 没有 那不能换 这样的 其他几位不管你是懵 还是有逻辑 我都先不管 但是小鱼我真的是蛮同情你 因为你所有的一切 逻辑 理论 什么都是对的 只有是把选项听错了 听错了 所以变成合同绿色 但是也许热得福 还是赛翁施马 我们来看看最终的解答是什么 可以 他就要穿衣服了 对不对 他有穿衣服 我又穿他戴帽子了 但他穿着 他穿在成 看一看 他是搭着 他对 这样子 扎一下 他们也在一起 是 我们要不要 我们要不要 上来 他 阿姨来 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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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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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 而最后的重量是有区别的 维度比较高的地方比较重 维度低的地方会比较轻 我们目前四位有出息的男生 是分数比较靠前 希望你们在下一猜要好好努力 咱们的女生队 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五猜 要提醒女生队注意的 因为你们的分数 目前还落后30分 你们只有最后两猜的机会 一定要好好地珍惜 第五猜 两队的桌面上都放着一卷的卫生纸 你们每人撕一张 找出一个词来形容一下 软卫生纸 软 白 干 没有味道 没有味道 脆弱 绵柔 好用 质量还行 其实有一个人的词语是我想要的 就是管一说的脆弱 但你要知道 很多脆弱的人或事 在某些状况下 就会变得不那么脆弱 卫生纸就是我们要问出的题目 用绳子拔合 如果将绳子换成是卫生纸做的呢 卫生纸 做的绳子真的可以让我们进行拔合比赛吗 在现代技术出现之前 事实上绳子是这么制造出来的 把类似的纤维材料拧成纱 把少量的纱向相反方向拧 形成了线 然后再把这些线相互反拧 变成了绳 或许照着这个方法 我们真能成功做出拔合用的绳子 徒手将卫生纸搓成细绳 是一个很浩大的工程 那么用冲击换代劳就可以节约更多的时间 最后我们的卫生纸绳索做成了 但是它究竟能不能经得起拔合呢 几个人可以将这条卫生纸绳子拔断 好 题目已经出来了 请问需要用到几个人 才可以把这个卫生纸做成的绳子拉断 三个选择 红色是两到十人 绿色十二到二十人 最后的蓝色呢 是指二十人以上 那当然也可以给我们的两队成员 一个提示就是 这根绳索呢 是由五十四卷的卫生纸做成 直径达到五厘米的绳子 五 四 三 二 一 两位姑娘特别相信卫生纸的力量 那就是最常用卫生纸的管异和鼓掌 谁不常用啊 对啊 谁都不在用 他们俩特别常用 每天都是他们俩有鼻炎嘛 不是 不是 你刚刚误会我了 我是因为不是说常用 是因为我刚刚做了一个试验 我刚刚在看短片的时候呢 其实我有试了一下 就是我刚看两股神拧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是很容易就断掉的 刚刚我是把四个拧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很难拉了 没有 姑娘你要记着 你是这么短的距离在拉 如果拔河的时候 它有这么长的一个距离呢 那就更是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它我觉得它的那个力量其实是一样的 而且它刚刚的那个绳子用了非常多层 叠加在一起 而且22个人我觉得OK啊 选择绿色的是王荣 对 这道题的逻辑就是因为我们刚才一直在做实验 其实我们绑了四根之后 我们两个对身拉 还是拉得断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不能最强力 它承受不了22人以上 OK 刚刚我们有看到就是 其实一开始小鱼选择的是绿色 但是在我们快要开始讨论的时候 你又改成了蓝色 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出来之后 我觉得这个绳子的这个直径 对我来说是考量这个问题的唯一的评判的标准 是 粗的话我觉得它难断 那当我知道这个讯息之后 我立马觉得这个应该是个 起码是20个人以上的才能把它拉断的 因为我刚刚也在试验嘛 自己也在搬 5厘米 一根很难办 重叠起来更难 三四根几乎就拉不断了 我按照这个逻辑推理 应该就是我改成这个答案 漂亮 其实我不太同意小鱼的说法 首先呢 这个卫生纸呢 被拉断呢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这个卫生纸呢 中间呢 你看我们便于使用 它中间是有这么一条间隙的 如果要是说 我们要是方便它扯开的话 你看 就会扯成这样 那如果我们看到那个 那个卫生纸啊 它是一卷的卫生纸是这么宽 它用冲击转是卷在一起的 我做了两根实验 一个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拿了这样的一张纸 把两根绳结合在一起 真的拉不断 就中间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棱 没有这个棱的时候 把这两根真的是拉不断 我又做了一个实验 这是几个 这也是两张卫生纸 但是呢 它尚未变得更长 正常的话就有棱了是吧 你看 一拉就断了 《超人实战胎》 真是一个好节目 连牛递这种智商的 都会做实验 还来录两集节目 所以我觉得真的 应该这个人数不应该会 那么多 应该在中间 12个人到20个人 将中间这个值在 就在摇头的答案 没有 但是你 你没要考虑到 材质的问题 所以我们古代有一个 预言说 一个筷子 刚才轻易折断了 一堆筷子 你就折不断了 对不对 这点我还是同意 这个彦博说的 你如果是一块铁 你找两千人来拉 也拉不断 所以它材质是一定有区别的 所以说我认为 最少的人数 不管是两个人 还是十个人 它只要 我估计是真的拉断的 在这个范围之内 到底 谁会是正确的呢 我们来看看 非常有意思的答案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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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选择绿色 我恭喜你们 没说要选绿色 对啊 你看这个 要根据我的分析来才对 对 我们发现啊 这种题目真的 它跟智商是没有关系 没有智商 靠运 对 因为智商没有关系 如果你一个人 还不足以证明 证明的 最主要的理由 是因为你和牛迪 两个人 这个事情就 不分证明了 它跟智商没有关系 有的时候 是要加一点运气的 是 可是 小鱼你现在有没有忏悔呢 没有啊 你需不需要忏悔 我们就先 让两队各加上十分以后 再来讨论这个话题 来 女队加上十分以后 变成九十分 男队变成一百二十分 所以我说 小鱼刚刚那个改答案 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行为 为什么呢 就是如果她 没有改答案的话 她们的分数就来到一百三 也就是说 下一道题 就算你们全队四十分拿到 她们也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对 而正因为小鱼这个答案一改 就给了女生队一个机会 你潜伏的太多了 只要最后这道题 你们四十分拿到 你们就给了她们致命的一击 所以 两队尽管目前有分叉 但在比赛规则上 你们已经回到了 同一起跑线 来面对你们的最后一猜 最后的一猜 也是最最严重的一猜 因为我们在这个 节目的历史上 曾经出现过非常多的这个达人 这个达人们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们往往都会一些绝迹 这个绝迹是普通人 永远无法达到的一种高度 为什么我用到 严重这两个字呢 就是接下来的这个达人 他要面对的这个状况很严峻 而且呢 非常的重 来 请看题目 这位丁先生呢 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五项纪录的一个保持者 非常了不起 是咱们国人的光 那今天你又将展现给我们 什么样的力量袭击呢 我今天呢 用肚皮 洗脏碗 我把这辆汽车拉动 您将用肚皮的力量 然后牵动绳索 把车拉到现在这条红线这里 我们的导演告诉我们 这个距离有13米 很长 你有信心吗 有 我们那场的兄弟姐妹们 来点掌声 给我们的丁先生加油 好的 有请 好 好了 已经准备好的话 我们可以开始了 天君一发之际 三二一 开始 有人自开始滚动起来了 加油 加油 好厉害啊 我全部自定的鼓起了掌 只要我们的车头到达了红线 那么 丁先生的挑战就算成功 哇 耶 恭喜 还在往前走 太厉害了 恭喜你 挑战成功 你给我们说一下 这是什么原理啊 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这是一个真空原理 真空原理 对 嗯 因为那个 我把东西吸上以后啊 我 我的那个腹肌 要往回收 使劲使劲收 使劲收以后 把这里面的空气 老老的拽出来 嗯 这个视频大家已经看到了 那 这个在出题目之前 其实我们有没有 以前有没有听过 这样的一道数学 说有一部汽车 汽车里面装着八个人 从这个总站出发 到了第一站的时候 下去了四个人 再往后一站呢 上来了五个 再往下一站呢 下去了三个 再往下一站呢 上来了一个 再往下一站 下去了三个 再往下一站呢 也就是最后一站 又上来了三个 请问 总共经过了几站 这算几个人好吗 对对对 所以这算人 所以刚刚这段视频 大家可能也看得非常认真 这个汽车有几吨重等等的呢 我们的题目蛮整人的 我们的题目是 丁兆海 用肚皮拉动的 这一辆汽车上面 总共有多少 我有刚刚也偷偷看到 就最后的时候 你赶紧说一下答案 最后一下我想说 说一下答案 还有人 一百个人 一百个人 对 你要是不写一百个人 对 你要不写一百个人 你就出了 好 因为这是最后一猜 来 所以待会呢 各位在书写 你认为正确的答案的时候呢 不要让你的答案 被你的对手 和你的战友看到 因为万一你是错的 也不要影响别人 那么最终我们揭晓胜利 和揭晓答案的方式 是大家一起到场中来 在最后一刻 我们才会知道 谁会带走我们的邮轮大奖 来 请作答 五 四 三 二 一 两队成员 走到我们场中来的时候 请记住 把你的这个答题板 别人可以看到的部分 放在自己的身上 对 一定要放好 每一位都要放好 到场中来 因为这样才能把 最终的全面啊 放到最后一刻 放好放好放好 一定要放好 有点有点有点 我看得管一的了 我看得管一的了 看到了 放好 咱都改不了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 正确的答案是多少人 我看得管一的了 你看不到 看到了 放好 咱都改不了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 正确的答案是多少人 究竟卡车上有多少程度呢 立马来揭晓 请车上的乘客做好准备 不要插队 依次下车 开始 一位男孩子 两位 三位 还有 四位 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十五 我最后一位 所以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三十五位成客 站好了 我身边的两位 你们同时来打开 你们觉得人数是错了 三 二 一 开始 十六十八 相续甚远 那目前我领先一下 是不是 我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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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开 我们看看是你们赢 还是我们赢 三十人 把距离缩到更短 哇 哇 缺力缩到三十人 刚这边是十八 二十六 十六 十八 二十 所以呢 康西安赛 最高是二十 我们最高三十 三十 所以只有牛迪的答案 才决定 男生对 还是女生对 往大了 往大了 就是从牛迪的表情上 已经看出结果了 往大了 什么结果 什么结果 出的很惨 他已经写了你十的 我在猜他 你怎么会写这个 牛迪的答案是 牛迪的答案是 欢迎回到 USID 超人剔虚刀 独家冠名播出的 超人十三胎 对 不是你让我写的吗 他比我还长 答案是 所以今天回到 我们的好朋友 最后来游乐游的是 我们在男生对 哇 哇 在说这个的时候 小玉一直回我们自己 是 我们在男生对 现在已经进入的狂犯期中 因为他们这个人 又一次的可以协伴 坐着邮轮到公海上 取航提鲁 好 来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 拜拜 时尚运动